基隆油轮观光巴士推出后搭乘率有7成 因此市政府官销处在暑假前续推多条深度体验基隆的油程 据了解也深受游客喜爱 各项观巴主题油程5月有8折优惠 旅客不妨把握最后倒数机会 那油轮的观巴的反应非常的好 从推出以来3月7号复航到现在至少都有7成以上的承载率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在暑假之前 我们在推出有更深度主题旅游的观光巴士 希望推出主题旅游的方式来满足所有的旅客 你来到基隆你想要到各个景点 你在交通上都不用担心 你不用要自己开车还要在那边找Google 然后翻一些怎么去找的路线 甚至还去Google去找说我要去哪边玩 观光巴士它的主题旅游都已经帮你们setting好了 那主要是结合一些像是套票部分是有游轮靠驳一日游 那有结合包括和平岛的地质公园阳明艺术馆这些的门票 那在主题游城主要是针对一般游客推出 有4款的深度体验基隆旅游的旅程 5月的时候有8折的优惠 所以一定要把握5月的优惠的期间 那另外在整个的搭乘的主题里面 我们有特别推出之前都没有推出过的 基隆Style原味深度体验之旅 主要主打的就是原名的特色 他会探访一些影集像是八尺门的辩护员的拍摄场景 来告诉八尺门这个渔港的一些故事 那走访基隆原名的生活 品尝原名深山海的创意美味 那最后还会带大家前往很夯的太平清鸟的书店 那还有就是像基隆的八斗子朝近旺幽青旅行 可以深入八斗子的渔村 然后体验在地独特的海染DIY 可以漫步在优美的旺幽谷的步道跟朝近公园 甚至还有七堵暖暖秘境深呼吸 是可以让你走进基隆的山林里面 去探访七堵赏花的秘境 感受台版的亚马逊的魅力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都好好地把握 这个观光巴士的旅程 透过观光巴士串联起好吃好玩的景点和美食 可以便利地畅游基隆 也成为来基隆旅游的一项新选择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